上帝的话 所以有时候我们基督徒拜扎 平坦的话 我们会把神的话忽略 把神的话忽略 所以我们相信 神的话是信实的 圣经说 有神的话 只有神的工作 只有神的作为 当你的生命有神的话 哇 上帝要在你的生命里面运行 祝福你 祝福你 为你开路 所以神的话非常的重要 圣经也告诉我们说 当我们的心 把神的道栽种进去 我们的心要结出30倍 60倍 100倍的果子 上帝很信实 所以把神的话 藏在心里面 去进行他 上帝要使我们的生命 结出果子 所以你的生命 你的家庭 你的未来 一定是丰盛的 一定是结满果子的 阿们 到圣经方面来说 你的生命能够结出果子 你的生命能够结出果子 好 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 准备我们的心 来听神的话 这天主要感谢赞命 我相信这帮弟兄姐妹 今天能够来到这个教会 因为主啊 你要他们结出果子 你要他们得到益处 无论是逆境 顺境 主啊 都要赐福于他们 你再次要用你的话语 来再重在他们的心 使他们的心灵 再次有力量 有能力起来 主啊 你看入我的弟兄姐妹 主啊 今天早上 主啊 你来赐福于他们 你的圣灵 运行在他们里面 恩高他们 感动他们 释放他们 医治他们 所以我们把一切的荣耀 归给你 对我们耶稣 基督的圣灵祷告 阿们 开始我们上帝好不好 来 我们一起来听这五个字 一二三 苦难的益处 苦难的益处 苦难有益处吗 弟兄姐妹 有 感谢主 苦难有益处 所以人活着多么美好 祝福对你有益处 哇有益处 苦难对你也有益处 哇 无论什么 顺境逆境来到 你都有益处 你都得到上帝的帮助 所以你看 上帝造人 这件事 这件事上没有做错 上帝真的是很聪明 很有智慧 让人活在这世上 哇 是得到益处的 所以无论顺境 逆境 哇 我们都 都感谢主 所以你还忧虑什么 或者你旁边的时候 你还忧虑什么 还忧虑什么 不要忧虑了 苦难使你成长 苦难使你改变 是不是吗 在小的时候 常常会跟弟弟妹妹 或者吵架 要争玩具 大家会整个部位 因为经历了 经历了苦难 经历了成长 所以人是不断地成长 苦难就是使我们成长的一个管道 所以我们信了主过后 我们依然还要怎么样 继续成长 继续的成长 所以我们不要觉得 信了主 我们还是 哎呀 很平安 还有苦难的 还有苦难的 因为上帝要使我们成长 因为前面 有更大的祝福 要在前面 要给我们 所以上帝 他不会随随 便便 把一百万 交给一个 经不起苦难的人 上帝很喜欢 把极大的祝福给我们 但是 那个人经得起考验 那个人 当他遇到苦难的时候 他怎样去 掌管 他所有的资产 上帝给我们的祝福 所以你要知道 弟兄姐妹 上帝的确爱我们 的确爱我们 要让我们得到祝福 其中一个 一个管道 上帝要使我们 得到益助了 得到祝福 这是苦难 所以不要怕 不要怕 我们依然 要每一天的信靠主 今天我看到 这个时代 是一个 我们说呢 是一个充满的 诱惑的时代 虽然有许多人 信耶稣 但是 他们生命并没有 活出这个真正的信仰 使到 使到上帝 厌弃他 使到上帝 并不得一个 用苦难来 攻击他 上帝是怎么样 我曾经传福音给一个 一个非信徒 是鬼教徒的人 不是说传 是分享 分享 他就讲到他们的上帝 他们的上帝是不能够看人家好的 当你好的时候 上帝就会 施你的挡 施你受苦 他们的观念是这样子 但是我们基督徒 我们所相信的神 是积极的 一个人能够面对苦难 我相信有祂的原因 相信有祂的原因 相信祂自己才知道 所以弟兄姐妹 苦难 上帝不会常常使我们受到苦难 上帝时时刻刻 祂要我们得到祝福 得到平安 偶尔 如果我们忘记了神 上帝 祂会使我们受苦 祂使我们受苦 我们都知道 为了回转 这样子 阿们 好 我们来看 看这个经文 原理书48章 11到12 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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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亚自幼 摩亚自幼年以来 常享安逸 如酒在渣子上沉浸 没有从这器皿 倒在那器皿 也未曾被乳去 因此 祂的原味 上存 香气 未变 因为有话说 日子将到 我必打发 倒酒的 往他那里去 将他 倒出来 倒空他的器皿 甚至要 打碎 他的 坛子 这里讲到 摩亚 摩亚是一个 以色列 经济的一个国家 他们怎么样呢 他们常享安逸 平平安安 他们生活 很平静 没有受过任何的考验 从来没有 从这个器皿被倒过 倒在那个器皿 没有受过任何的苦难 甚至 怎么样 他们的原味 上存 他们还守住 他们自己的传统 OK 他们 他们甚至 他们的香气 从来没有改变 甚至怎么样 他们敬拜别的神 这是一个重点 摩亚 他们就是 平安到位地步 光级了神 所以上帝 最后 那里讲到什么呢 要打碎他们的坛子 以前的人 他们没有圣殿 他们就是 做一个坛 烧 烧猪 烧羊 烧献祭 献给他们的偶像 所以上帝呢 知道他们行这个二世远离的上帝 所以上帝要行审判 要吸取敌人来攻击他 所以我们看到 安逸会使人堕落 当然我们知道上帝 会给我们平安 平平静静 有我们相信 但是问题是 人真的是有那个惰性 当他平安安逸的时候 真的是会堕落 真的是会跌倒 就像这个摩亚那样 他们已经安稳了 平安了 就忘记了死 所以上帝呢 要把他们好像 在酒在渣子上 沉击 什么是酒在渣子 渣子上 就是以前 以色列人 他们的酒是葡萄酒 他们只要做到葡萄酒呢 他们是采了很多葡萄 然后放在那个大桶里面 然后他们脚洗干净了 就爬进去里面 把这个葡萄里面的汁 全部把它采出来 采了过后呢 就怎么样 就把上面的汁呢 就拿出来 装在另外一个桶里面 然后又放一罐石漆 让那些剩下的那些渣子呢 沉下去 沉淀下去 然后 然后上面的汁呢 又再拿出来 又再装在另外一个桶 又再 又再放一罐石漆 又再让这个 这个酒里面的那些渣子呢 沉下去 不断的这样子打背 我们说叫我打背 所以一看 上帝就是用这个离子呢 来讲到这个摩亚 摩亚 他们就是这样子 他们的信仰 是什么信仰 是参赞的 不干净的 不认识神 是爱世界的 所以今天我们要谨慎 那说你旁边人说要谨慎吗 要谨慎 我们要谨慎 我们真的要谨慎 圣经说什么呢 耶稣说的吗 这句话 耶稣说什么 你们要谨慎 恐怕因贪食醉酒 并今生的这个思虑 泪住你们的心 那日子就如同网罗 什么是网罗 审判 突然临到你们 他正在讲着一个世界末日的情况 有许多人 背因什么呢 贪食醉酒 和近生的思虑 什么是近生的思虑 近生的许多许多那些忧愁 属世的事情 许多人在末日的时候 他们的心被世界绑住了 他们爱世界了 所以上帝说什么 你们要谨慎 免得这个网罗 这个审判 突然间淋到我们 所以你看安逸 会使人渡罗 太过安逸 会使人不在属灵了 所以我们基督徒 我们信了主 我们要知道 我们不能够常常安逸 我们要常常寻求上帝 遵行神的话 过着圣洁的生活 啊 你喜欢这个鸟吗 这个鸟叫做奇异鸟 Kivivan Kivivan是在纽西兰 在纽西兰 纽西兰 这个国家 这个鸟很特别哦 他的岁数呢 可以活到三十年 哇 三十年啊 那么 呃 他呢 一天的岁二十个小时 二十个小时哦 他有翅膀的 不过他不会飞的 他不会飞的 OK 那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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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纽西兰它有一个很特别的东西 是什么呢 如果你把你的羊哦 带到山上去呢 你不需要管你的羊 你的羊自然在那边吃 在那边睡觉 那你呢 是很平静的 没有豺狼 没有狮子 没有老虎 没有那些凶猛的禽兽 去攻击你的羊 所以呢 那边的牧羊人 把他的羊 全部放在山里 然后自己去睡觉 可以了 他的羊翅膀就睡觉 所以那个国家 就是 那个地方 就是这么样的平安 所以这个鸟 起义鸟 为什么它不会飞 因为它很平安 学者的研究是说 它没有受到别人的攻击 所以它用不着它的翅膀 所以它想要爬到 它想要上这个树上吃东西 它用爬的 它不是用飞 它不用飞 它用走 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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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去吃了 所以你看到 这个起义鸟 我们相信上帝给它有翅膀 这个翅膀就是让你飞 不过它不飞 所以同样我们在我们的信仰 也是一样 上帝给我们有祷告的能力 奉耶稣的名赶鬼 你有赶过鬼吗 没有 都是牧师赶 未必能祷告有没有 上帝给你这个能力 你也没有去用 给你这么有能力的赤牌 所以你要活出这个能力 第三姐妹 不要像这个TV 我要再安逸 看很可爱 可以买一只回去养 那么你看 许多时候基督徒就是这样子 并没有活出那个上帝给我们的信仰 因为太安逸了 太安逸了 所以我常常看到 当弟兄姐妹遇到困难的时候 他就会打电话 为我祷告 为我的孩子祷告 为了爸爸祷告 为了妈祷告 因为遇到问题了 我很紧张 平时都没有 OK 平时都没有 所以上帝很知道 我们人的惰性 没有问题 就很少去寻求上帝 没有问题 就不圣洁了 没有问题 就平平安安的 所以你看到 在这个死图形状 那些耶稣的门徒 全部都为主殉道 牺牲自己的生命 使到福音传开 如果当时耶稣的门徒 是很安逸 全部都是用信心相信 然后没有苦难 没有必须 我告诉你 今天我们还没有信到耶稣 圣经有 耶稣有说 耶稣在还没有被卖之前 他说一句话 我要用战 祭打我的羊 使他们分散全地 所以当时他们信了耶稣 上帝用战 祭打他的羊 让他们受到攻击 被捉去捡 然后他们跑跑跑跑跑跑 我福音 福音这里船那里船 这里船那里船 福音被扩张 所以上帝知道了 我们的问题 所以让我们 活出真正的信仰 告诉你旁边的人说 活出真正的信仰 耶稣也再次 说到什么呢 他说 你们要时时警醒 常常祈求 使你们能逃避 这一切 要来的事 好像你们怎样 得以站立在耶稣的面前 有一天 我们要站在耶稣的面前 所以你站在耶稣的面前的时候 上帝会给你说 平 你最想这样 你站立得住吗 这是重点 所以耶稣知道 有一天我们要面对他 要站在他们面前 所以他特别告诉我们 要时时警醒 时时常常祈求 要逃避这一切 要来的是 什么叫做 这一切要来的是 世界末日 世界末日 人的概念是什么 哎呀 地震啊 洒波啊 其实我告诉你 世界末日 最大的灾难 是死人离开上帝 很多人不认神 不认耶稣 很多人去anti-Christ 反基督 很多人去攻击基督徒 很多人 很多基督徒 甚至牧师 都贪钱 爱世界 骗亏的钱 在末日 社经说什么 撒旦要在教会做王 哇 很多人 会离弃真道 这才是真正的灾难 所以耶稣在这里 特别提醒 我们要逃避这一切 为你的孩子 为你的丈夫 为你的妻子 来讨告 免得他们 掉入这世上的试探 被这世间 累住了他们的心 困住他们的心 所以我们有一天 要在上帝面前 站立得住 所以我们要紧张 耶稣也叹息的 对他的门徒说什么 马太夫一 他说 你们总要警醒 祷告 免得入了迷惑 或者是试探 你们心灵固然愿意 肉体却软弱了 这是耶稣对他们 徒所说的 他说 你们要警醒 怎样警醒 原来警醒 是祷告 不断地警醒 祷告 韩国教会 八十万人 他们有八十个信徒 他们是怎样建议 他的牧师很聪明 推动祷告 甚至建议一个祷告山 在韩国 他鼓励他 弟兄姐 你们什么呢 你们全部在家 不要看电视 不要听世界的歌 一有时间去祷告 二十四小时都有 你只要来就来 没有问题 所以教会不信 因为他们都 精醒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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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教会 属灵 爱神 好 所以你看 祷告都使我们免去 许多事态 但是 耶稣 说了一句话 是什么呢 我们常常心灵 愿意 心是愿意 但是肉体呢 怎么样 软肉 我做不到 我决定 我四点要祷告 结果睡不醒 我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 六点 要起来祷告 六点 我的那个主任 牧师主任 主任 四点多五点 他就从别的地方 驾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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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我们起来祷告 那么那个神学生呢 头发就乱乱 口水还没擦干 很累很累 趴起来 猪啊 我要敬拜 哈利路亚 别是说你回去睡觉 我不要看到你这样的脸 所以祷告 其实最重要的是要 你找一个quality time 是你竞争 最状态的时候 是你最能够专精的时候 所以早上 不能够很早起来 你不要怪你自己 不过你要尝试 你要找一个quality time 好好的亲近上帝 不要口水都给我擦 所以我们的确真的是 心灵很多的 原因是肉体 很多的软弱 所以我们怎么样 我们一直要争战 软弱就是人的本性来的 所以当人没有去积极 去胜过这个懒惰的本性 你自然就会掉下来 你自然就会远离上帝 因为你顺服了肉体 你的肉体是叫你安逸的 舒服 叫你睡多一点 叫你吃多一点 叫你花多一点 叫你穿梅一点 OK 叫你长一点 没有长是问题的 OK 所以你看 不要顺服肉体吧 为什么懒惰啊 OK 圣经说什么呢 圣经书19到15节 懒惰 死人沉睡啊 就像这个 懈怠的人必受饥饿 这是真理 懒惰 会沉睡 零沉睡 都在可恶上帝 懈怠的人必受饥饿 做什么都死的 一个人跟我们的群劳去做一样东西 他做什么都做不起 你要做一样东西 要专心 全力以赴 群劳去做 附上帝专去做 你就能够成功 免受极了 美国 这个佛罗里达州 这个佛罗里达州呢 有很多的那些海欧 海欧嘛 海欧赤品 你知道吗 海欧嘛 OK 那里有很多的海欧 那么有一天啊 这一群海欧 很大群的海欧 死了 死了 一大群的海欧都死了 那么 这些学者呢 就搞不懂 为什么这些海欧会死呢 那里的烂都不大嘛 有鱼啊 怎么海欧 会饿死呢 可能海欧自杀 伤心过度自杀 是不是 过来的发现 那欧原来不是 因为这个这个地方呢 是呃 一个港口 有渔夫啊 会驾到这个渔船 去那边捕虾 不是捕鱼啊 捕虾 那么这些小小的虾子呢 就会被夹在这个 呃 鱼网里面 所以呢 每一次呢 这个渔夫呢 就甩啊 把这个虾 这个小虾子呢 丢进海里面哦 也丢进去喂这些海欧吃啊 所以那个海欧很开心啊 哇 有免费的虾吃哦 不用去做 哎呦 做也这么辛苦耶 哦 我可以吃吃吃 免费的吃 但是有一天 天气变了 海流也变了 一群的虾也不在这里了 连渔夫也不在这里了 全部 搬 全部向这个南方去的 所以这个海欧怎么样 没有虾吃 就饿死了 所以他们不是自杀死 他们是饿死了 他们可以捉赢嘛 但是他们不去捉赢 他们吃 就是要等那个船回来 喂他们吃虾 死了 哇 所以你看哦 连动物哦 动物的本性是很强耶 你叫它不去吃 怎么可能呢 你叫老子不吃了 怎么可能呢 但是就是有这样的情况 没有虾吃 鱼都会捉 所以全部怎么样 饿死哦 所以告诉你旁边的人说 不要懒惰哦 不要懒惰啊 感谢我们上帝 这学家 圣丹 赛武说 太多 懒惰是活人的 坟墓 懒惰 使人走向坟墓 走向灵 圣经也 哇 这个够肥了 OK 可惜啊 是我们讲到什么呢 这些名 以色列名 照我所吃的食物 得了饱足 然后他们得了饱足 就心高 是心就高 忘记了上帝 忘记了上帝 所以上帝又再要来打苦难 领到他们 使他们又再回到上帝 的面前 这里读这个 诗诗记 哇 以色列人 打仗 赢了 但是过后 他们平安了 八十年 又再去 离开上帝 半奸淫 不圣洁 拜仇相 上帝又在审判 又在领导 他们又在被掳去了 被掳去过后 上帝又兴起一个 他们呼求回转 上帝的时候 他们 上帝又在兴起事实 他们又在打赢仗了 打赢仗了 过一个平安 几十年 又在犯罪 又在 又在被掳了 被掳了 他们又在回转 回转了 上帝又在兴起人 一次 两次 三次 五次 哇 很多次 你读圣经 你知道以色列人 真是 应景象的 以色列 常常安逸的时候 得罪上帝 得罪上帝 信告 7号 所以他就上帝命 苦难 的确 是对我们有益的 是死无门 回转 降神 苦难 是我们 转降神 大卫王 大卫王 说了这句话 他说 主啊 我会受苦一些 走迷了路 现在 却遵守 你的话 他说什么呢 大卫又说什么 主啊 我受苦 是与我有益的 唯要使我学习 你的 律力 大卫王 为什么会写这些诗篇呢 因为他得罪了上帝 圣经说 大卫 睡到太阳 要下山才起来 然后看到别人的老婆冲凉 就把人家的老婆抢过来 甚至把人家的丈夫也杀掉 我们看大卫真是很邪恶 竟然做这样的事情 但是我告诉你 大卫是和上帝心意的一个 徒人 他是很清卑的 他从来不骄傲 他一说没有人可以逼他 或连他都跌倒 当他 当这么爱神的人 遇到这么安逸的情况的时候 也跌倒 所以上帝 特别把这个事情记载在圣经 就是要警惕我们这些基督徒 安逸 的确会使人家堕落 是人的跌倒 所以我们要不断的 去追求上帝 遵求神的话 怎么这样子吗 所以可以帮我 浪子的比喻 很好 圣经有一个浪子 这个浪子呢 就是住在有钱人的家 他的爸爸有钱 但是有一天 这个浪子呢 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 突然间去找他爸爸说 爸爸 我要你一半的财产 给不给 给吗 他的爸爸真的是给他一半的财产 那么这个浪子呢 拿了这个一半的财产 就去国了 去享受 把那钱这里用 那里用 然后圣经说 这个浪子呢 在那里遇到了大饥荒 所以他就破产了 破产了 然后贝贝要怎么样 去放猪 找一个工作来做 去那边祈祷 甚至 圣经说他怎么样 他很饿 饿到想吃 像把猪吃的时候 抢不来吃 哇 他很苦啊 这时候他怎么样 他想到 哇 我的爸爸 我父亲的家 口粮有余 还有很多的工人 不如我现在回去 我为什么要在这里饿死呢 我回去悔改 告诉我的爸爸说 爸爸从今年开始 我不配做你的孩子了 所以你说 我做你的工人吧 但是这个爸爸怎么样 圆圆看到海 这个浪子回头的时候 他就逃过去 抱着这个浪子 接纳回头 所以你看苦难 真的是使我们 回转向神 苦难使我们 再去寻求上帝 所以我们信仰也是这样子 如果你没有遇到苦难 我相信 你很容易在祷告 就放弃了 上帝不断地给我们苦难 有时候他要 让我们祷告突破 让我们懂得 怎样去祷告 怎样去寻求他的灭 怎样用信心来祷告 这个事情会成就 上帝很爱我们 上帝是这样子 让我们寻求他 让我们活出 有信心的信仰 而不是平平安安 只会跟爸爸说 爸爸我要财产 而且 当我们回转上帝 向神的时候 上帝说什么 上帝说什么 他说要 我们的神说 他要回到原处 等他们自觉有罪 寻求我们 他们在急难的时候 必窃窃寻求我 来把我们归向耶利华 他撕裂我们 也必一致我们 上帝应许说 他撕裂我们 他也医治我们 他必要回到原处 等到我们知罪 我们回转的时候 他就要 拯救我们 医治我们 所以今天 不管你遇到什么情况 可能你在罪方面挣扎 可能在你的家庭问题 身体上问题有挣扎 但是我告诉你 上帝要医治你 你要有这个信心 就是上帝的医治 上帝撕裂我们 也医治我们 所以你不要放弃 早上有个弟兄 很久没有来 不过他现在回来了 他打胜仗了 他打胜仗了 但是离开上帝的时候 他可能有很多 那个不明白 很多的苦度 很多的问题 但是他今天回来了 他打胜仗了 他说我要重新寻求上帝 感谢主 他在那边兜兜转转 遇到很多的苦难 很多的问题 他都不明白 远离给上帝 但是终于他回来了 他要被上帝医治 约翰本人 他讲到这句话 这位是神学家 他说 失恋与苦难 使我们寻求神 马丁路德 他讲到毫无失恋 凡事顺利的时候 这是最危险的事态 因为在这样的时候 人就会忘记神 上帝丝毫不给我们 试炼的时候 要比受到十个试炼的时候 更要 小精精神 当我们遇到 考验的时候 对 我们要很小精进去面对 免得给摩托灵地步 但是当你平安的时候 你要十倍的 小心 因为我们不知道 我们几十倍跌倒 大卫王都跌倒 大卫王都跌倒 所以你看我们不能够一直活在安逸里面 不能够活在安逸里面 大卫王在苦难中 他就是时时刻刻的 寻求上帝 他的孩子不断地攻击他 他不断地 自从他犯了最大位 他不断地要逃难 当他逃到那个地方的时候 他就跪在那边 祷告 主啊 我甚至受苦 耶和华 求你照你的话 将我救活 他一再逃难去到别的地方的时候 他是说什么呢 神来我哀叹的时候 求你听我的声音 求你保护我的性命 不受仇敌的惊恐 然后他又再跑到其他地方 就说什么 主啊 求你看顾我的苦难 他救我 因我不忘记你的灵 大卫就是这样子 一直面对苦难 一直寻求上帝 一直寻求上帝 大卫是很特别的人物 他遇到苦难 反而写了很多诗篇 诗篇 我们圣经的诗篇 有150 150篇 有70多篇 是他写的 在苦难中 赞美神 他写了 但是相反的 少罗王 他前一个王 他也是离开了上帝 他也是受了很多苦 但是一天赞美神的 记录都没有 所以大卫 很特务上帝的心意 他在苦难 他依然仰望 依然祷告 他没有远离上帝 上帝有没有听 大卫罗的祷告 有啊 有 上帝有听大卫罗的祷告 上帝对他说话了 上帝说什么 你要在换乱之日 求告我 我必怕救你 你也要荣耀我 上帝开口了 上帝心软了 你什么嘴唸 上帝心软了 上帝是良善的 当你受福的时候 你不要觉得 上帝是很残忍 上帝是良善的 上帝是良善的 他也要踏进我们 而且要让我们荣耀他 当苦难来的时候 我们站立的魂 就是荣耀上帝 刚刚说的方便说 要荣耀上帝 要荣耀上帝 圣经有一个人物 也是约拿 约拿你是爱神的 但是上帝说 约拿你去这个 尼尼维城传福音 哇这个约拿马上 马上坐船跑掉 不去 糟了 他是爱神的人了 当上帝叫船福音了 他跑 哇上帝很生气 在坐船当中呢 上帝兴起风浪 寄打他的船 哇那船上还有其他人 在船上其他人就很害怕 哇是不是发生什么事情 这么起这么大浪 到底是谁得罪了上帝 结果找找找找找 原来是越南 越南当时做什么呢 在睡觉 上帝这样去传福音 他再传睡觉 他还不回感 直到人家发现到 越南 原来是越南得罪了上帝 然后这些人就问 越南现在我们应该怎么样 越南说什么呢 你们可以把我丢下海 哇 他的颈像颈硬 还不要回感 你愿死都不要去 最后没有办法 把他丢下来 那么上帝怎么样 上帝是此来的 他派了个大暗雨 把越南困进肚子里面 越南上天三夜在鱼的肚子里面受苦 在那边祷告主啊 四二点 上帝就命令这个大暗雨 去到海边把它吐出来 然后越南就去传福音了 结果整个淫义城回感 所以越南遇到苦难 他懂得回转 所以人也是这样子 告诉你旁边说 你也是这样子 你也是这样子 OK 所以苦难的弟兄姐妹 使我们得到益处 安逸会使我们堕落 这些苦难是为了什么呢 建造神的居所 神的居所在哪里 神的居所在哪里 我回答个底下 神的居所在哪里 哪里 心里会说 不错 给这个一掌声好不好 有人会答 我们的神在哪里 在天堂 天堂离这里很远 我们的神 住在我们里面 圣经说 我们这是神的店 所以你去到哪里 哪里就得胜 你去到哪里 哪里就有神的国度 因为我们就是神的店 所以你不要去外面找神了 在里面找神 耶稣就在你的里面 祂要居住在我们的里面 圣经怎么说 全方靠祂联络得和事 渐渐成为主的圣殿 你们也靠祂同辈建造 成为神 借着灵居住的所在 所以讲到我们 是跟主联合的 然后上帝要建造我们的生命 因为祂要居住在我们的里面 所以人是用木 用石头 来建他的家 但是上帝是用苦难 建立我们这个圣殿 讨厌我们 使我们生命被破碎 当一个人生命被破碎 他就成为新造的人 所以当你的丈夫被上帝破碎 当你的妻子被上帝破碎 当你的孩子被上帝破碎的时候 感谢主 你们就能够彼此体谅 彼此相爱 你们就成为新造的人 所以新造的人要被破碎 所以圣殿主会有许多破碎的事情 你要去面对 因为神要住在我们的里面 告诉你旁边人说 神要住在你的里面 有一个叫做圣明熙 41岁 圣明熙 他在小的时候 一出生的时候 医生不小心用这个夹子 夹到他的头脑 所以从此以后 他的脑受伤 身体瘫痪 身体瘫痪 不能走动 他小小就不明白 为什么会是我遇到这个问题 这么多人 事实上这么多人 为什么不是他们是我呢 他很不满 他想为什么我的命运这么苦 甚至他的爸爸也得了肺病 他更宗主 他更讨厌 人活着就是受苦 受病痛的折磨 活着有什么意义 就在17岁的时候 他甚至怎么样 他想要自杀 解决掉 自己的生命 但是那时候 有人跟他传福音 有人跟他传福音 所以他就立志 他说 就算死 也要先预见神才去死 不然我就不死 预见神才死 是不是 然后他就 一天五个小时 屁 祝啊 为什么你这样对我 为什么你这样害我 为什么我出 我一来到世上 是瘫痪的 有什么意义呢 是不是 我来到世上 就是瘫痪的 什么都不能做 还要靠别人 我来做什么 他努力地祷告 终于他遇见了神 神就清楚地告诉他 你来到世上 就是 唯一的目的 是 让我 住在你的里面 你要成为 我所居住的地方 我们要成为 神的居所 从此以后 他就完全地改变 赞美上帝 写了一首诗歌 这个歌名叫做 我 他那个内容就讲到什么呢 我没有前辈的知识 我也没有身体健康 我也没有 很富足 没有 不过我有 别人所没有 没有 没有 没有拥有的 我看见 别人所没有看见的 我听到 别人所没有听到的 我领受 别人所没有领受过的 我们神 是公平 是公义的 一切的荣耀归他 我们神 是公平 是公义的 一切的荣耀归他 哇 一个贪慌的人 都能够感谢他的神 所以我们有所要 我们都很平安 我们都有上帝的看護 我们更要感恩 是不是 所以一个台湾人 哇 他经历了 这个苦难 原来我们的人活着 不是 不是为了受苦 得到什么益处 而是要成为上帝的居住 你知道吗 人 人的肉体 是灵 最喜欢居住的地方 连神的灵 都要居住在 人的地 人的里面 撒旦魔鬼 也是 撒旦魔鬼 有一天 上帝跟他说 撒旦 你要去哪里 撒旦就说 我在水面上 游来游去 没有地方可以去 得不到安息 自从魔鬼 得正的上帝 上帝就把他赶出去了 他没有地方可以去 没有地方可以得到安息 但是有一个地方 就是人 哇 很好的店 很美的屋子 哦 我要坐在里面 所以 鬼的情况 有人在 扶在人的身上 就是这样子 哇 但是基督徒不会 因为有神的灵魂在 我们不要开门 让他进来 所以我们是上帝的居住 所以呢 你照镜子的时候 哎呀 我很丑 不高兴 哎呀我很肥 哎呀我很矮 哎呀我很黑 你不要自卑嘛 你要相信你 你这个身体的构造 上帝 是上帝的居住 上帝要住在你的里面 他要与你同在 所以你应该感谢 但是你旁边说 应该感谢 应该感谢 圣经说什么呢 祸患不是从土中长出来 患难也不是从地里面发生 人生再世 人必于患难 如同火花飞腾 至于我 我必仰望神 把我的事情交通 所以讲到 祸患灾祸 不是从地里面出来的 当人一旦生来的 世上 就是有苦难 我们是从苦难里面 生出来的 我们活 也活在这个苦难的世上 我们就算离开世界 也是从苦难中离开的 所以命中注定 会有苦难 我们 都忧虑和埋灭 不能够改变这个事实 所以不如我们来依靠上帝 所以人人必有意思 人人都有苦难 不要紧 我们接受 我们依然靠着上帝得胜 阿们 所以我们就接受这个事实 依靠上帝 上帝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破除我们的罪的咒诅 祂的病伤 带来给我们遗志 所以来在苦难中 不过不要紧 我们还可以依靠我们上帝 阿们 告诉你旁边说要依靠上帝 要依靠上帝 好一起站起来